像这对新人坐在监察院的外围拍摄婚纱照 幸福洋溢的模样 顿时让外界感觉冰冷的监察院 这一刻成了浪漫的婚纱景点 对外开发 很多新人听了小尝试 可以考虑去尝试 对 我觉得很棒啊 OK啊 有机会的话可以去 被列为一级古迹的监察院 是后文艺父亲时代的作品 已经有98年的历史 是台湾目前保存最完整的巴洛克斯建筑 白色罗马柱树立在大门外观 监察院门牌上头设计成圆顶状 向左右两边延伸 整栋建筑物的外围以红白砖相互砌成 窗户和庭园造景更是独树一格 走进内部监察院挑高的天花板 红色地毯铺成的螺旋状楼梯 搭配优雅的黄色灯光 古色古香 华丽而不实微言 观看照片 很难让人和整数贪官无力的衙门做连结 监察院现在提供新人拍摄婚纱照 有意的民众只要提出申请 就可以在周末拍摄 尝试一下在这栋百年古迹 拍摄婚纱照的另类感觉